因為疫情 全國音樂競賽是停辦了兩年 今年終於恢復了 也讓各校市摩拳擦掌要大展長才 新竹縣虎口高中 國高中部的選手 就和全國音樂班管樂團一較高下 勇奪了管樂合奏 銅管 木管五重奏等 三項特優大獎 調整表演服 看中每個細節 虎口高中管樂團 因為疫情 迟迟無法合奏 今年新學期開始放寬防疫規定 利用短短一個月時間加緊訓練比賽 奪下了三面全國賽特優 是歷年最佳成績 因為疫情的關係 準備期間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那孩子們展現了非常強大的韌性 克服了時間的壓力 他們不但要兼顧課業 也要兼顧這個藝材的練習 所以有這樣傑出優秀的表現 大家都感覺到非常的振奮 古後面的狀況 比如說什麼音對不上 或者是大家沒辦法在同一首曲子 一起跑一段樂曲 那我覺得這個讓我非常不習慣 而且你經由機器發出來的聲音 真的是我第一次聽到 所以也是那時候還在適應當中 克服視訊合奏的延遲狀況 湖中以高國中部共57人 戰勝全國高中音樂班的專業選手 相當不容易 每次比賽都像跟自己挑戰 今年管樂合奏以江源大街的曲目 拿下第二次特優 而同館五重奏也連續得到三屆特優殊 最難的目管五重奏 考驗快速吹奏技巧與音色和諧 首次拿到特優令學生振奮 國中部異彩班學生 不少都是第一次接觸管樂就大方異彩 在這裡我們會練樂器 然後呢但是我們也沒有放棄科研 然後科研是有兼顧到 因為兩屆前兩年都是無法比賽的 然後呢到今年可以比 好不容易出去探探就是全國賽的市面 就是在比賽過程上是很享受這種比賽過程的 然後結束後得到成績就是非常開心 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音樂 從國異的時候開始接觸舞蹈樂器 然後現在到高二我已經吹五年了 交響定音鼓 長笛低音號 高低音婉轉交融 團隊演奏考驗技巧和默契 高國中生一起合奏 用完美演出拿下特優大滿貫 不僅微笑 未獻爭光 也站上舞台發光發熱